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 甲骨文的故事 甲骨文是中国乃至东亚 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 具有很高的价值 首先它证实了殷山王朝的存在 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往前推了一千多年 商朝灭亡后 甲骨文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甚至早在孔子的时代 人们就十分苦恼 由于缺乏材料 商代的事情难以弄清楚 可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得益于甲骨文的出土 我们可以窥探到商朝的 国王与奴隶 气候与收成等各种记录 把商朝大大小小的社会生活 尽收眼底 除此以外 甲骨文还有更大的意义 它作为一套文字系统 提供了中国早期汉字的形态 勾勒出一条 从未中断的中国文字传承脉络 世界上其他文明 大多通过建筑器物 来塑造认同标记文明的传承 而我们除了建筑器物 还可以通过文字 有人说汉字是当今世界上 唯一从上古时代 绵延至今的文字 这种文字上的延续性 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正是文字使得中国人 无论何时何地 都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所以了解甲骨文 实际上也是在了解中华文明 今天这本甲骨文的故事 是一本有关甲骨文的入门书 书并不厚 但从甲骨文的发掘 到甲骨学科的建设 从甲骨文的书写规律 到意义解读 都有涉及 并且兼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本书作者是董作斌和董敏 他们是一对父子 其中董作斌先生大有来头 中国近代有四位 研究甲骨文的大学者 他们的字号中 都有一个唐字 被称作甲骨四唐 分别是罗振玉 王国为 郭沫若 还有就是这位董作斌了 1928年 正是因为董先生一句 甲骨文挖掘之 确有未尽 才是当时的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思年先生 下定决心 开展正式的甲骨文挖掘工作 可以说 没有董作斌先生 大量的甲骨文 就可能失去问世的机会 除此之外 董先生也是中国甲骨学 和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提出的 甲骨断带方法 分期分类等 是任何想要了解甲骨文的人 都绕不开的话题 好 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跟随董先生的脚步 进入到甲骨文的世界 接下来 我们将分两个部分 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我们先了解一下 甲骨文的考古发掘过程 第二部分 我们更进一步来看 甲骨文到底是一门怎样的文字 以及它到底记载了什么 首先 我们来讲甲骨文的发掘 关于甲骨文的问世 有两个说法 但都和一个人有关 那就是北京国子建纪九 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 他叫王毅荣 一个说法是 在1899年 王毅荣不慎患上了疟疾 请太医来诊治 太医把了把脉 开了几位中药 王毅荣便派人去取药 一检查 发现一位叫做龙骨的药 很奇怪 龙骨其实就是乌龟壳 王毅荣发现 这些乌龟壳上 有很奇怪的痕迹 既不像图画 也不像是龟壳自带的纹路 倒像是一种文字 而且是一种比他常年研究的 金石文字 还要古老的文字 凭着这种知觉 王毅荣开始在北京的各大药坊 收购 有字的甲骨 这个举动 在京城引起了轰动 古董玩家都闻风而动 由此 甲骨从一味中药 摇身一变为西式文物 书中所讲的这个流行的说法 颇有些传奇色彩 但是却经不起考究 甲骨文学者罗坤 他是甲骨四堂之一 雪堂罗振裕的孙女 他曾仔细考证过这一事实 他指出 当时有字的甲骨 一般进不到药铺 因为有字会被认为 年代不够久远 而疗效不足 农民捡到这类甲骨 要么是把字给铲掉 要么就直接扔掉了 所以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 当初王毅荣 并不是从中药药材中 发现了甲骨文 他只是向来爱逛古玩店 在1899年的一天 由古董商人 收购来一批带字的甲骨 运到北京售卖 王毅荣一眼就看上了 并且高价买下了这批甲骨 总之 不管怎么样 王毅荣发现了有字甲骨 并且引起了一股 寻找和研究甲骨的风潮 话说 当时古董商为了 轰抬有字甲骨的价格 刻意不让有字甲骨流入市面 所以始终不愿意透露 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 民间的古董玩家与学者 花了很长时间探问 才得到了一条相对靠谱的线索 说是有字甲骨 可能来自河南安阳 一个名叫小屯的村落 可当他们去到实地 发现范围还是很大 没法锁定 当地的村民说 甲骨是在整地的时候挖到的 时有时无 若挖对了地方 就会有两三片 若挖错了地方 即使挖了三丈五丈 也没个着落 就这村民的话判断 若是存在挖错和挖对之分 那就说明甲骨肯定不是无心散步 而是有意埋藏 存在一个源头 可关键就在于 这源头到底在哪呢 1914年 瑞典人安特生 受到中国政府的聘请 来到北京讲学 这意味着 现代田野考古学 被正式引入了中国学术界 在这个背景之下 1928年3月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正式成立 由傅思年任所长 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 就对准了甲骨 这也意味着官方正式介入到 甲骨的发掘和研究中了 那这下就该讲到本书的作者 董作斌了 1928年 董作斌被研究所派往河南安阳勘察 当时距离有甲骨被发现 已经有20多年了 市面上虽然还在贩卖一些有字甲骨 但大多是一些碎片 因此有很多人觉得 甲骨已经被挖完了 不会再有出土的希望了 而董作斌不顾这些言论 不断地呼吁开展官方层面的发掘 他还强调 尤其要由国家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 董作斌去到安阳后 到处向村民询问 他访问了地方乡绅 古董店老板 还广泛地接触了省政府官员 结束勘察后 他立马着手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详细论述说明甲骨 其实并没有被挖完 而且还附上一份新的挖掘计划 初步判定甲骨的源头 是在小屯村村北的中心地带 正是这份报告 使得傅斯年下定决心开展 成规模成体系的挖掘行动 自1929年至1937年期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河南安阳开展了15次发掘 第一次发掘是在1928年的10月 由董作斌主持 他带领考古队在小屯村北地 先挖开了4个大坑 然而除了黄沙之外 什么也没有 当时包括董作斌在内的所有发掘人员 实际上并没有太多考古经验 只能边干边学 第二天董作斌就调整了计划 决定采取大规模发掘的方式 一共开挖了40个坑 结果马上就有了收获 这40个大坑里开出了 有字硅甲555片 有字牛骨299片 随后不久 傅斯年邀请刚刚从哈佛大学 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 李济参与发掘工作 李济可能是当时中国 唯一具备现代田野考古知识的人 他加入后提出 发掘不能只是就地挖坑 直观而下 而是要把地层一层一层的揭开 甚至还要根据文物 对地层做界定和划分 这算是当时考古学界 最为前沿的方法了 随着新方法的引入 挖掘工作逐步有条不纹起来 在第三次发掘中 考古队开出 有字硅甲2000多片 牛骨900多片 更重要的是 他们收获了一片完整的硅附甲 这就是在甲骨学研究史上 著名的大硅四版 借助这一块硅甲 董作斌发现 商贷有专门负责占卜的人 他将这些人成为真人 真是中正的真 以真人的名字作为线索 董作斌建立起一套 判断甲骨年代的方法 自此 考古队可以快速给甲骨进行分类 学者们也可以对甲骨展开 大量的比较研究 这使得考古工作往前迈了一大步 但考古工作也并非一直那么顺利 在第五次挖掘后 重要的收获越来越少 考古队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甚至在第八次挖掘期间 河南境内爆发军阀战乱 考古队的驻扎地直接被军队所占领 考古工作一度只能叫停 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继续挖掘工作 在第十次到第十二次发掘期间 考古队竟然一连发现了十一座亡里 但很遗憾 其中一片甲骨也没有找到 这样的暗淡一直持续到1936年 这年春天考古队举行了第十三次挖掘 起先一连挖了整整两天 却没有任何收获 在第三天准备收工之际 终于发现了甲骨片 工人们纷纷回到坑中继续清理 据参加考古过程的石章如先生回忆 直到下午4点 我们才在坑东北壁出土了一片自甲 谁知下面越挖越多 天黑时竟然出土了760片 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工人们再挖下去 挖到一个教学 这个教学存放了1万多片甲骨 其中完整的硅甲有300多板 加上其他坑所出土的甲骨总共有17000多片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YH127坑 考古队一扫此前的阴霾 但马上又开始反难了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甲骨片 如果还按照以前那样慢慢在野外剃拨洗刷 既消耗时间又不安全 经过学者们的重重商量 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要把这整个区域的土壤一起挖出 整箱运走 考古队请了30位长工 将教坑挖大 四周都留出一定的空间 避免损伤甲骨 整个教坑这一下变成了一根大大的灰土柱 之后又请木匠制作了一个 2米宽1.2米高的大木箱 工人们要用这个大木箱将土柱套住 整个过程非常之复杂 得先把箱子套进去 然后再钉上底盖 加上铁条撤除支撑的砖块 再将灰土柱平稳摆放 同时还要谨慎避免灰土的层次错乱 每个步骤都不能出任何差错 凭着一股意志 工人们顺利完成了套箱工作 但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出现了 箱子这么大 又没有起重机 该怎么把它运走呢 考古队动用了各种地方资源 捷来了铁轨 制作了斜面划轨 还从殡仪馆调来了台关人 最终顺利地将箱子运上了地面 之后又和铁路局交涉 用一整节火车车厢 将箱子运回了位于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回到南京 考古人员在室内展开了下一步的考古工作 他们对着灰土柱一层层的街 在一一未剥落的甲骨拍照 但没过多久 日军入侵南京 他们只能急忙装箱仓皇运出 期间经过汉口长沙 一直到两年后 才在大侯方的昆明又开箱 这时原来完整的三百多片甲骨 多已粉碎 而且上下混杂 考古人员要像拼图一样 把它们拼凑补习进行编好 之后再将上面的图案踏印到纸上 最后再磨写 这整个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后来 考古学中最为常见的一套方法 我们称之为 室内田野发掘或室内考古 到1949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迁往我国台湾 无法再继续实地考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相关部门接替了这项工作 分别在1973年与1991年展开过两次挖掘 这两次发掘收获破风 1973年出土了甲骨 五千三百三十五片 1991年出土甲骨一千五百八十三片 其中有大量完整且大片的甲骨 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出土地层明确 对于甲骨研究有非常大的贡献 尤其是在甲骨断代方面 引发了大量讨论 总而言之 回顾甲骨的整个发掘过程 它与现代田野考古这一学科 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 以及中国风云变幻的近代式过程 紧密交织在一起 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掘过程 最终让本来快沦为传说的 殷商王朝都城 也就是史书上的殷虚浮出了地表 如今我们沿着考古路径 可以知道殷虚的长度 大约在四公里以上 范围大约有三十平方公里 单单殷虚宫殿遗址 就有约七十万平方米 由此可以想见 山王朝当年的强盛 好 关于甲骨的发掘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对于甲骨文来说 发掘之余 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解读 目前甲骨文大约出土了十五万片 按一片十个字算的话 有一百五十万字 其中不重复的字 有四千五百个左右 我国的古汉字 不像古代埃及的圣书字 也不像两河流域的蝎形文字 它没有中断和消失 而是一直绵延了下来 演变成了今天的通用汉字 这一点 使得甲骨上的一些字 和今天的汉字几乎是一样的 一眼就可以识读 但即便如此 这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可识别的字 充其量也就三分之一左右 剩下的三分之二 至今难以识读 中国文字博物馆 甚至在2016年发布公告 称破译一个未识读的字 奖励十万元 对有争议文字 做出新识读的 奖励五万元 但迄今为止 只有两个人获奖 十万元 五万元 各一人 这也更加印证了此事之难 好 关于发掘甲骨文的故事 咱们就讲到这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们来具体讲讲 这甲骨文到底是一门怎样的文字 我们目前从中读出了什么 你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汉字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甲骨文只是目前被发现的 中国最早汉字 种种证据表明 在它之前 中国文字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们一般认为 文字起源于图画 是由图画逐渐简化而来的 而甲骨文显然已经是简化后的结果 像虎 马 象 犬等字 若参照这类动物的图形 它应该是横着来的 可为什么却成了上下结构直立起来了呢 从甲骨上有关点测的记录 可以合理推测 商朝的时候 其实已经将竹简作为书写材料 而竹简大多是长长窄窄的一条 字如果太宽了就写不下了 所以只能将一些左右结构的字 调整成了上下结构 对比古代的埃及文 埃及文就没有这种灵活的调整 足可一见 古代埃及文其实还只是一种图画 而甲骨文则已经发展到 是用线条来表示符号的文字了 另外啊 甲骨文只是商朝在占卜时所使用的文字 而占卜本来就是一项特殊事项 用字少且比较固定 按理说当时实际使用的文字应该更多 只不过可能因为记在了竹目检测上 受到腐朽 没能保存下来 另外你可能还听过一个说法 甲骨文是一种原始的象形文字 也就是一种根据物体实际形状 一葫芦画瓢的文字 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太正确 甲骨文中的象形字确实很多 比如鱼鸟等字 都是通过描绘动物外貌特征所创造的文字 鱼就是一条鱼 马就是一匹马 很容易就认出来了 但甲骨也不仅仅是通过象形来造字 中国的造字方法一般认为有六种 即所谓的六书 分别是象形、指示、会议、行声、转注和假介 其中又以象形、会议、行声最为典型 这些方法甲骨文其实都有采用 就拿会议来说 会议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意义的部件 组成一个全新意义的字 比方说牢房的牢 甲骨文中的牢和今天中文中的牢 在结构和写法上差别并不大 牢这个字的本意是圈养牲畜的栅栏 它有两个部分组成 外面一圈象征栅栏 里面则是一头牛或者一只羊 你必须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才能参透这个字的意思 这就是会议 我们再说形声 汉字中的形声字可能远多于象形字和会议字 它一般也是有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提示意义 另一部分提示声音 相对象形和会议来说 形声更为灵活 能表示更为抽象的概念 咱们举个例子 甲骨文中的春就是形声字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日 木和屯 三里屯的那个屯字 其中日和木只是意义 象征春天里的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而屯呢 则没什么意义 它就是专门来提示读音的 在古音中 屯和春是同一个读音 甲骨文中像这样的字还有很多 这种造字方法上的多样化 实际上也进一步说明 甲骨文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原始 它已经是一套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了 那接着我们尝试回到历史的现场 更进一步的来看甲骨文的使用 和它记载的内容 前面有说到 甲骨文是一种商朝在占卜时所用到的文字 根据现有的一些研究 我们可以想象 在商代宫廷里 有一个专门为商王设立的占卜机构 当商王想要占卜的时候 会有一位真人 这位真人会作为商王的代言人开展问部 然后另一位补人负责执行占卜 占卜所用的工具就是甲骨了 但显然啊 也不是随便一块甲骨都可以 要经过严格的筛选 同时呢 还有等级差别 不同身份的人会使用不同的甲骨 商王的占卜通常会使用诸侯贵族进贡的大乌龟 平民和小贵族若要占卜呢 就只能使用当地出产的小乌龟 目前出土的甲骨产地分布非常广泛 有的来自黄河流域 也有的来自南方江淮流域 甚至啊 还有来自缅甸或印度尼西亚一带的海域 选好了甲骨 在经过一番细致处理后 就可以拿来烧了 一直烧到甲骨出现裂纹 再通过解读裂纹 这就完成了整套占卜的流程 最终还会有专门的人将整套流程刻录在甲骨之上 这也就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 所以说甲骨文的内容 其实就是商朝人大大小小的占卜 从已经解读的甲骨文来看 商朝人是相当喜欢占卜 任何事情都要先占卜一番才会行动 最常见的是占卜天气 甲骨上关于天气的占卜多种多样 除了基本的情欲情况 也会记载风云日食 或者其他特殊的气候和天文现象 其次是战争和祭祀主题 商朝在当时还只是个部落型国家 并不是大一统的帝国 外围围绕着许多的小型方国 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甲骨文中就经常会问 要不要去攻打敌方呢 如果要的话又该派遣谁去呢 以及要怎么来征兵和练兵呢 而关于祭祀则经常会问 要用什么来祭祀先王呢 要用牛还是其他动物呢 又或者是 要不要烧三头牛或沉三头牛来祭祀和神 请他保佑和苗顺利成长呢 除了这类涉及国运和收成的大事 商朝民众也试图用占卜 来解决很多的日常事项 比如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疾病的占卜 大到心脏腰腹 小到牙痛会不会好 以及还有很多和生子有关的占卜 商朝人经常会在分娩之前向神明祈求 希望整个生产过程能够顺利 他们还会细致的问 该在哪一天实行生产呢 生出来的小孩会健康吗 以及性别是男还是女呢 等等等等 坦白说啊 这些内容没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丰富和深刻 相反挺平平无奇的 一片甲骨最多也就包含四个信息 什么时间 什么人要占卜合适 以及应验的情况 再怎么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但学者们显然不会满足于此 他们动用考古学 历史学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态度 试图从这些简单的信息中挖掘出商朝更多的面向 比如最早 王国伟就研究了甲骨上的一系列名字 他口证出甲骨文上的商朝高祖亥 写作秦二世胡亥的那个亥字 其实就是《山海经》中的王亥 这个亥还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 只是名字被讹传成了和或者该等等 将这一系列典籍联系起来 王国伟拼凑出这位亥的完整故事 也就是商这个国家起源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 早期商部落的畜牧业特别发达 亥作为部落首领要和其他的士族沟通 但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不测 他的弟弟王衡继承了首领职位 与敌方求和了 但亥的儿子威坚持要报仇 他凭一己之力杀灭了仇敌 同时展开了夺权 最终建立起了商这个国家 除此以外 王国伟还从王亥这个名字出发 考察出商朝整个世系脉络 并且与史记进行了比较 他发现甲骨文所记载的信息 与史记几乎可以完全对应 正是这个发现 让当时的海内外学界 不得不承认商朝的存在 商朝从此不再被视为传说 而是被视为中国历史正当的一部分 再比如 在对甲骨文的研究中 还有一派是对商王武丁的研究 目前出土的甲骨文 大部分来自这位商王武丁统治时期 并且目前还没有发现 早于武丁时期的甲骨文 所以有学者推论 武丁很可能是第一个决定将文字 刻上甲骨的山王 那武丁是一个怎样的王呢 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 这位武丁极其依赖占卜 几乎无事不补 但同时呢 他又并不完全信赖占卜 有的时候 他甚至还向神提出条件 他会和神说 如果这次应验的话 那下次就增加30个人作为献祭 这位武丁还广修亡灵 种种证据表明 亡灵制度很可能是武丁所开创的 他将亡灵布置得像博物馆一样 不仅放置有大量记忆精良的青铜器具 甚至还放有大海中鲸鱼的骨骼 如此种种都显示出 他的精神世界之丰富 同时呢 也显示出他以仪式和信仰 来统一人心的治理手段 而对于武丁为什么如此重视文字 做出将文字刻到甲骨之上的决定 学者们也做出了各种推论 有说法称 武丁很可能是一位旷世奇才 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苍结 有可能正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发明了甲骨文 并以王室的力量推广至全国 另有一种说法 依据甲骨文上 武丁长期沉默不语的记载 学者李明提出一个大胆的亚王假说 他说武丁很有可能存在某种语言障碍 正因如此 他才高度重视书写文字 并以书面文字来沟通事物和治理国家 总之 从清末到今天 无数的学者围绕甲骨 展开了极为细致的研究 他们将甲骨建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 并且收获了无数硕果 现存的甲骨文中 虽然总共只有4500字 并且内容局限在占卜补词 但这背后的研究空间 却广阔的看不到边界 它就像一把绝佳的钥匙 开启了通往3500年前历史的大门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中 我想和你分享的重点内容了 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在第一部分 我们讲到了甲骨文的发掘故事 北京国字间记久 王毅荣最早留意到甲骨上的文字 由此引发了一股收藏和研究的热潮 在1928年到1937年间 在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推动下 对甲骨开展过15次挖掘行动 这个行动 它与现代田野考古学科 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以及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并且最终成果斐然 甲骨文与居炎汉奸敦煌墨高窟 以及清朝内阁大窟档案 并成为20世纪中国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 第二部分 我们具体讲到了甲骨是一门怎样的文字 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原始 相反呢 它是一门发展极为成熟的文字 这体现在 它不是简单地以图形为依据的象形文字 而是已经采用了诸如 会议 行声等完备的造字方法 这门文字多是在占卜师使用 因而它的内容也大多与占卜有关 依据它 我们能勾勒出一幅 3500年前商代社会生活的图景 上到王侯将相之间的全谋战事 下到日常的气候收成 疾病繁衍等等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 关于殷山王朝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谜团并未解开 比如殷序的消失之谜 比如武丁的智力之谜等等 再比如 我们今天着重讲的甲骨文 也还有3000多个字没被破译出来 这意味着 我们对于甲骨文的了解 还远远望不到头 但我们显然不会就此停下 正如董作斌先生在这本书中所说的 中国文字是中国人一生相随的基因 我们要认识了解这些基因 方不愧为有文化的中国人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出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今天是我们的对吗 各位 colony 今天我们好istas nom 我们就来线 点赞 现在 我们一线 点赞 点赞 图 点赞